就选连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技之声 这些 这些呢 这些是这些 继续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 中国经济大讲坛广播版 多位科学家讲述 如何奋斗在科技前言 国家之强 有赖大学 大学之道 打败大师 大学校长 使命担当在前 身体力行秀前 执着专业 胖死 时间 梦国心怀 表率修为 奋斗 科技前言 以时校长系列 中国经济大讲坛 特别呈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出生的孩子 被称为 速度全都能够 各种电子产品和信息 会犯罪的产生成长 我们的观企与丰富碎电化的信息 更愿意通过 过年版电子产品 学习的社交 他们四位活跃 等于快速 在这些结构 接受能力的多方面 对 面对 一代 还会 在科技 遇到的全新科技 如果 兼职 学者 区间自然 在数目 集合 由于教育资源的需求 与共同之间 存在着盲目 人才的培养 与社会需求 互相试验 步步挺逼的 科技创新 等能力 都为重重挤重 今时来新目标 以教育提出了新任务 新科技 互联网 网数据 人工智能 武器 虚拟建设 增强现实等 信息技术 无端松松 智慧教育 精准教育 合作式学习 探究式学习 等各种教育新样态 新模式 持续涌现 我们如何利用 先进的信息技术 激发课堂活力 展现教学魅力 未来的教育 在如何传授知识 培养 创造